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经常受到恶霸地主打二少爷杨包儿的欺负 心里一直对二少爷杨包儿不满 一次许氏友带头偷拔了地主家李靖轩 被杨玉弟弟杨玉被李靖轩抓了个阵子 放牛儿们被李靖轩狠狠地打了一顿 因为是许氏友带头的 许氏友家里的羊还被牵走了两只作为赔偿 所以许氏友打小就肯定恨恶霸地主李靖轩 放牛儿存亚 是许氏友好朋友 一日他爹回家 感到无脸见人 含恨吞尸头而死 许氏友连忙跑到好朋友存亚家里 安慰存亚 才知道事情的真满目 原来存亚他爹是恶霸的主家的短工 一日二少爷杨包儿丢了一张五元的压醉钱 见存亚他爹一楼里又一张五元的票 如是告诉他爹 说自己压醉钱被存亚他爹偷去了 李靖轩劈头盖脸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存亚他爹毒打一顿 还把钱要回来 给了二少爷杨包儿 即便如此 存亚他爹始终都不承认自己偷钱 李靖轩竟然把存亚他爹手脚放了 吊在房梁上毒打 存亚他爹受不了这负行 便招供了 李靖轩便借此为友 辞退了存亚他爹 半年的工钱一分钱都没给 存亚他爹回家后 越想越来气 越想越不甘心 感到没脸贱人 对不起家人 残寒狠吞石头而死 屈是有时代有些听不下去 存亚也是寒泪哽咽说不下去 屈是有一咬牙 一捏拳头一瞪小眼睛 瞪得圆溜溜的 养他 这个狗地主 咱们要找他算账报仇 说干就干 一个巧妙的办法在他胸中诞生 屈是有带领七个放牛娃娃的各大陷阱 然后盖好就高兴地跑到李静宣家的杨玉的去翻滚了 脚踩 踢 打了 当时李静宣的二少爷就在杨玉地边看书 气得放下书去追打他们 如是六七个放牛娃就开始跑 二少爷追了没多远 见多方人都 便没有再追了 七个放牛娃就停下来挑衅二少爷 骂了 李氏啊 什么招数都用上了 二少爷气不过意又去追打他们 就这样放牛娃们一步步把二少爷引到陷阱地方 小伙伴们都暗自搞性 准备炭热 二少爷追来 养他 有种就别好 本文章参考资料 许是有外专话没说完 就踩在陷阱口上 哎呦一声就落进陷阱了 这陷阱有两米深 一落进去 竟然看不到影子了 大家都凑过去看 没想到这二少爷卡在半空中了 因为这陷阱口巧且深 二少爷被悬在半腰 上不去 下不来 越是动态 越是往下陷 他不知道这陷阱有多神 很害怕 吓得屁滚尿流 求许是有救他 许是有让他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让他骂他的老子李靖轩 他也骂 反正让他说啥 他就说啥 怕得要命 经此一遭 这二少爷 回去也不敢告状 之后都乖乖的 很稳分 算是被制服了 存那对许是有时感激不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马上的一分роп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